2020每台股市都平創歷史新高 所以股民来讲 这个2020是一个普遍平均不错的收获的丰收年 但是相对的劳动期情的这个掏空案 也越掏越夸张 现在看起来劳动部真的在摆烂 对啊因为2020以前的这几年 也是国内最大的这个最正义的集团 保家发大财的时间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12月份 从12月9号 这个劳金局的这个组长 尤乃文被收押之后 其实这将近一个月来 其实只查出这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最近呢我们有看到说 其实在整个立法院里头 大概只有一位委员 就是高嘉宇 要要求劳动部说 你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没有把这个相关的失职的 这些人查清楚 因为尤乃文的事情在劳动部 它不是今年才发生的 它不是这个12月份的时候才发生的 它已经6年以上 就是都已经长期被检举 检举说它收佣金 检举它收回扣 而且呢 它是公务人员 对不起 它那个回扣不是背信 它那个回扣叫做贪赌 所以呢从2015年 就我们讲五年前就开始有很多的检举 检举它什么 检举它收回扣 那后来还接受这个券商的旅游招待 所有的检举函 甚至还有人直接打电话 打电话说我已经都检举了 你们都没有下文 所以我才会亲自打电话 结果你知道劳动部怎么做 劳动部说它做成记录 然后呢存查 存查了之后 这个是2017年5月的存查 后来呢也没有结果 可是呢到现在整个事情爆发了 我们看到检举单位只查出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检举现在只查投信方 完全都没有查整个劳动部的结构 到底有多少有奶文的共犯结构 还在劳动部里头 对我们知道说 劳动部不可能在100多位的这个人员里头 就是劳金局里面100多位 不可能说就这一颗大老鼠屎 然后跟外面的人合作 然后里面呢 大家呢都还是乖乖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劳动部他们讲了一个 让一般民众 尤其是让劳工受不了的话 他说我们善尽行政调查了 那你善尽行政调查 你现在做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请问 那我们的监察院还在吗 我们立法院现在是 因为蓝绿有很多的立委 其实呢都被照顾得很好 那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监察院 其实呢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只是说 好像是有奶文 然后跟着这个保家资产的 就是唐楚烈 然后再加邱玉元 好像他们呢在股市 然后做很多的坏事 其实不止如此 他背后没有人吗 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奶文曾经要被调职 然后被调职的时候 他也知道他的这个黑资料很多 所以呢这中间还有说 他到底想要去得信证券 还是说想要去台心经 后来呢他还很大辣辣的说 富的我不要 他知道他自己快出事了 然后呢想要落跑 还说富的植物我不要 结果呢邱玉元跟唐楚烈 竟然还跟他说什么 说我们上面有人 所以你放心 就是之前虽然你有 唐楚烈的上面是谁 对唐楚烈的上面 唐楚烈的上面 当然就沉冲了 这大家都知道 大家以为说在2020 就是我们看到说 这个叫股市大二 就是保家集团 然后林承海跟这个林嘉宏父子 大家认为说 哇你们是攻城掠地 其实我们现在在看 看以为说 他呢把很多我们国内退休的 这个银行的高层董事长 然后呢包括像陈冲 这样的一个行政院长退休的人 然后历届的这个教育部长 退休的人 他好像都网罗了 我们以为他是胡雪岩 我们以为他在股市 这样子攻城掠地 然后在房地产 这样子的一个大发力士 我们以为他是巴菲特 结果不是 就是老谢一口讲的 就是你是秃鹰 而且是很恶劣的大秃鹰 因为你是坑杀劳动基金来赚钱 然后呢让有奶文跟着 你可以坑杀劳动基金 是因为一大堆官员 跟退休官员帮你为事 对所以我才说 而且还蓝绿的官员 蓝绿都有 跟这个明代 跟现任的劳动部 跟行政院都还在为事 所以我才说 这个难道现在只有检调单位说 好吗 那我查出这个部分 就能够给社会交代吗 所以我才问说 所以检调现在在办小咖 就办那一批头信基金经理人 当然他们也是共犯结构 可是为什么行政院跟劳动部 体系不文不文 对所以这个部分 我才认为说 除了检调单位之外 那我们的监察院 你劳动部小花妈 那你大花妈哪里去了 我们的监察院还在吗 你知道他们这些人 嚣张到什么程度 嚣张到我们看到说 有什么小龙会 然后有什么这个能量姐妹团 连他的老婆 连他的老婆都能够当骨神 他老婆去学高尔夫球的时候 连教练都可以说 你乖乖的在六十几块的时候买景硕 然后八十块卖就对了 这么准 他真的连他老婆都能当骨神 还有什么 还有那种就跟浩鼎一样 完全零营收的生计股 他可以从二十几块一路拉 拉到一百多块 拉到一百七 然后到底有没有到货给这个劳退基金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发现说 这个就是整个保家做大秃鹰 在我们的股市里头干了这些事情 而且现在呢 就说那我还要在股市部制造一些利多 然后他们这些人长期以来吃香喝辣 你知道有一些他们的共犯结构 像现在被查的有富华统一群益这些 还有包括台新这些证券 对不对 你知道有人在里面 因为他们受不了长期他们的这种吃香喝辣 你知道他们的吃香喝辣到什么程度 除了说这个高档的招待所 那个一个晚上几万块的这个餐费之外 你知道他们是餐费十万 九千百万 我已经讲过了 还有人是这个年度好几次的是包机带妹出游 然后竟然有员工说 我没有办法接受本公司这样的文化 所以只好走人 这样的情况在劳动部内部长期有接受到这些检举 检举说除了有奶文之外 还有一些人 他们长期的跟券商在收这些退佣 然后这个有奶文长期的做这些非法的事情 可是已经六年了 所以我现在是要呼吁说 那监察院你睡着了吗 还是你废了吗 为什么到现在你都没有任何动作 好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